我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 从小就是一个被忽视和牺牲的孩子 很没有安全感 我认识他的时候 正好是他比较郁闷的时候 我一直知道他从小不容易 我们结婚以后 我希望一个新的家庭 可以关心我 爱护我 但是却事与愿违 他是一个敏感的人 跟我母亲确实发生了几次摩擦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劝他 我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家庭的重视 把我真真真正当家人 有请地队夫妻有请 男嘉宾杨先生40岁来自四川职员 女嘉宾王宇是36岁来自四川销售 有请两位有请 结婚11年是吧 是的 16年有的孩子是吧 今天是妻子要来诉苦 是的 怎么了 因为我原生家庭嘛 是一个留守儿童 我有个很爱我的爷爷和奶奶 爸爸妈妈一年都不一定给我写一封信 在我印象中 我根本就记不了我父母长什么样子 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 每次有委屈 我就回到我的家里 翻开我妈妈结婚时候的那个结婚证 我看了结婚证以后的话 我就会看到我妈妈长这样 我爸爸长这样 到我十六十七岁那年刚好上高二的时候 我爸妈妈妈回来了 突然我就多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当时其实我心里 那个质位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你父母过年从来不回家吗 对 相当于在你的心里面你是被遗弃的对吧 是的 然后突然之间多了弟弟妹妹之后怎么了 其实最开始我还是有点嫉妒 我看到我妈妈妈妈的第一眼 我不知道爸爸妈妈怎么叫出狗 到后面我慢慢地接受她了 没有半年的时间 她突然跟我说你放弃学业 她说像你这种就算考也不一定考个什么好大学业 那干脆出去挣钱 最开始我的牌子的 我觉得我才十七岁 然后我妈妈天天讲 最后大年初始的时候我妥协了 第二天我妈就说票已经给我买好了 当时我心里想你这么着急 让我出去 憋在心里话我也没说出来 最后跟我爷爷讲了相 我爷爷说 孩子曾经我承诺你 只要你能读大学我也供你 但是你爸爸妈妈回来 我不能做主了 然后我出事的那天早上 我爷爷就送我去坐车 那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 很早天都还没亮 下了好大好大的雨 我爷爷撑着伞 那时候我哭了 最后我爷爷带着我出去 第一天还没买到票 对不起啊 我打断一下啊 我认为这件事他讲了很多遍了 可能跟很多人都在讲这段经历 但是如果我仔细听的话 我发现在这段经历当中 有被你自己放大的情绪 事实是这个事实 比如说在你刚才的讲述里面 是有矛盾的 我的母亲给我买好了车票 我的爷爷送我去火车 我却没有拿到车票 你能想得到吗 如果一个人长期地活在过去里面 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 也是对现在家庭当中重要的成员不负责任 所以你不需要给我讲这么多的细节 你只要告诉我 爷爷送你去打工 去没去 去了 打工之后就是很苦难 对 那是谁改变了你生活的苦难呢 我老公 你碰到了他 对 那个时候你多大 那个时候我二十二 在什么情况下碰到的你先生 那时候我妈妈在逼婚 不停地在跟我相亲 但相亲他不会看对相长怎么样 他会看家庭 然后我看到我老公的时候 他也算是见少的 然后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我想未来的另一半 我肯定也要看一下 他师父大方对我怎么样 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 外婆一身病的嘛 然后我就给我老公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让他借五千块钱给我 我去欧巴拉的路上 我老公停下车下来 他跟我说 他说来 我给你钱 我觉得这个细节做得很好 我心里就当时觉得好乱 然后到外婆家 那几天连续都是他来接我送我 就是他每次接我送我的 都不会到我外婆的家门口 会前面一段把我放下 让我自己走过去 保证了我个人的内心 所以你爱上他了 是的 所以你嫁给他了 对 嫁给他以后 按照你的这个讲述逻辑 我猜啊 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的一个女人 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停留的港湾 是 那就说嫁给他之后吧 嫁给他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一直在成都 我们起初的时候 家庭的一些氛围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当时怀孕的时候 一个月就大出血 医生看了以后 说我这个宝宝保不住了 但是那时候我的那个心情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当天 那咱就不回忆 当时你在吗 不在 你去干嘛了 在上班 为什么你打个电话给他呢 我第一时间给他打了 他没有第一时间到 但是下午的时候来了 我做手术的前一刻医生告诉我 因为当天上午我吃了排骨 比别人就是生命危险要多一点 就是怕那个吐 当时我打麻药了一刻 我都怕我醒不过来 后来这孩子没保住 对 手术还是安全的 对吧 然后他下午也回来照顾你了 是的 那有什么不满意吗 有啊 没有第一时间赶到 对 这就是变化 种下了一个种子 从爱到恨的开始 是吧 是 来我们再往后听 还有什么事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买房子怎么了 其实我嫁给他的那一刻的话 我就真的很想融入他家庭 把他的父母 想当着我自己亲生父母这样对待 女人有房子才会有安全感吗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在他们家里面 我也融入不进去 但是我跟他提这个事 提了好多年 真吵过 他最开始 他是不愿意在成都买房子 19年时候才实现 房子不是最后也买了吗 最后是买了 但是我如果不逼他一把 的话他是不会买的 他肩上不想扛那些东西 就比如后期的贷款 因为我们买房 不可能是全款 我老公是最怕有压力的人 前期我不给他压力 是因为我还是比较爱他的 我不想因为这种事情 闹得我们两个分 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 我就那种心情 就越来越积累的多了 我觉得我还是要渴望一个家 但是他就不想 他说如果有一个房子了 我的贷款压力就大了 开销他根本没法承担 我说不是还要我吗 你不是说不承担 我也想买 是我们当时没有存到多少钱 就要首付到有可能 都要借一点钱 但是你当时的那个 没有给我站的一字线 你就觉得那个压力很大 你看你连一个家 都不愿意给我 不是就是有房子 才是家是吧 你们俩在一起不就是个家吗 房也买了嘛 老公也有了 娃也有了 怎么还没家呢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 融入不到家里 你指的融不到家里是指哪一部分融不到 就是他的父母对我不认可 所谓他的父母对你不认可指的是什么 我这样讲吗 我们结婚11年了 就最近这一两年 他妈不是有高血压吗 去年查出了糖尿病 他们一起去医院的时候 也没有通知我 就自己带着他妈去了 然后平时他妈吃饮 是我在说的时候 他妈也觉得我很烦 所以你们今天来干嘛呢 其实我就是缺乏安全感 我就希望他父母也能带他女儿一样带我 我想让他像这种问题 他应该给他妈妈解释一下 然后让我融入他们的家庭 他爸爸也不喜欢 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喜欢我 因为我每发生一件事情 我跟他讲了 他听到 但他不解决 这个就留下了一个种子 一次 两次 三次 如果是长期这样的话 我的心里面就很火 行吧 问问先生吧 是经常在家里就是这样吗 刚结婚的时候很甜蜜 自从有了小孩 对他的关系可能有点少了 所谓少指的是什么呀 他只关心他的女儿 特别在我月子的时候 那不就是你们的女儿吗 对啊 因为我在坐月子的时候 他妈妈没有给我吃过一天的好饭 他妈没给你吃好饭 跟他有啥关系 我跟他说过 但他觉得他妈不会这样做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妻子是不是经常这样抱怨 刚结婚的时候没有 有小孩了 就感觉情绪 因为某一个事情的话 就会比以前要大很多 就是现在的情绪不稳定 是吗 这个不稳定 是不是一点一点积蓄出来的 应该是 好 那我接着来问 结婚这么多年 用你的话来说是 我先生没有让我融入他的家庭 对吧 如果给你的先生列出几个 你不能原谅 或者你很难原谅的事情的话 请你告诉我是什么 是每次谈到他家他妈的时候 他不会站在我这边 这个我不能原谅 一 永远站在婆婆的立场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能放掉手上的事情来找我 好 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能及时出现 这个我们只听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流产的时候 你希望他马上来 他没有及时赶到 但是在你手术前 下午的时候他也来了 是吧 除了这件事 还有什么事情 是你在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能及时赶到 在月子的时候 还有就是宽林盆的时候 在月子里的时候 他没伺候月子 谁在伺候 我婆婆 那不是婆婆在伺候吗 问题我一定 婆婆伺候的不好 丈夫不在身边 对 第三个 他不能及时赶到 是你生孩子的时候 对 你在干嘛 生孩子我回去了 前面他没有 因为我在洋水的时候 是我一个人坐车 从老家到寺里面去的 中途没有人 而且第二天的时候 我住院了 他妈妈都没有来 我打电话给他 他最后才来 但是这种事情的话 我第一时间打电话 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回来 好 还有什么 我女儿去医院的时候 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的 对 为什么女儿去医院 每次是她一个人去呢 因为她在上班 不是 你不都回她了吗 因为她在上班 那你的想法是 我的意思是 你的工作难道 比我们家人还重要吗 像中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已经应该出现 那我明白了 你告诉我 他讲他自己的这段经历 你听过多少遍 听过几遍 在什么时候他会讲 情绪不好的时候 那就是经常听 是吗 是吧 今天来的目的 我希望以后 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能第一时间 出现到我面前 你能够坦诚地告诉我 最近发生了什么吗 在你心里 你可能没有说的 不愿意说的 你可以今天直接说出来 说一下最近的吧 去年 我们把女儿接上来了 接上来以后的话 她妈妈也跟着上来了 我跟婆婆在一起 时间长了 就发生了很多矛盾 说白了是 婆婆来了 开始变了 也是 婆婆没来 闺女不在 你们俩二人世界的时候 还好 是吧 对 我来推你的想法 正常的想法是 女儿回来了 一家团聚了 对吧 我希望跟 婆婆搞好关系 婆婆也来了 那这不是正好是一个 融入的最好时期吗 怎么在这个时候 反而你变化这么大呢 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了呢 因为我们买房子 我婆婆出了钱 她一直觉得 那个房子是她的 然后我的话 就应该听从 她的那种安排来 你不是住着呢吗 老太太又没说 要把房子收回 房子的房本 写的谁的名字 我们的 对啊 那你还在那 叫什么劲呢 因为我在一起了以后 就会发生一些摩擦 你愿意跟人家 当亲妈呀 亲妈来了 你干嘛要摩擦呀 你后悔 嫁给你老公吗 有那么瞬间的时候 后悔 你老公是个好老公吗 我觉得 除了她不 站在我这边 其他都还好 你跟娘家 还有联系吗 有 怎么样 她现在跟你 岳父岳母的关系 也看不出不好 反正 我觉得 也是一家人 那种关系 算一家人吗 我跟你心里面 还是有点远寒 所以你到底想怎样 我帮你翻译吧 不就想让她 把你当成公主 宠着吗 不就想 这个家里 你一家独大吗 不就想 你说了什么都算吗 所以她对闺女好 不行 她保持沉默 不行 她对你的事情 反馈慢了一点 不行 她妈妈给这个房子 出了钱 说两句小片汤话 不行 我理解的对吗 你们家谁做饭 我老婆 你们家谁做家务 我老婆 晚上会出去应酬吗 以前会 以前 最近很少 最近很少是为什么 以前因为出去 没有小孩 然后会一个月 就是孩子接过来之后 就不去了 孩子现在带来了 谁管得多一些 小时候她管得多 现在也小 谁管得多 我管得多 小学还是幼儿园 幼儿园 谁接 现在接的话 是她妈妈 谁送 我老公送的多一些 她做家务 她做饭 她送娃 她妈接娃 是吧 周末谁陪孩子玩 如果我在家 我就陪 显然是你老公 和她妈陪的多 那您去干嘛去了呢 因为我经常出差 你一个月出 多少天的差 二十多天 你一个月出 二十多天的差 不在家是吗 她在家带着娃 你要求融入这个家庭 人家不接纳你 是吗 后悔娶这么个女人吗 后悔 说实话 说实话 你是特爱她吧 爱她 你娶她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捡了个宝 世界那个宝 你犹豫了 你迟疑了 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配不上 从什么时候 开始觉得配不上她 从 有了小孩买房子以后 开始有了经济压力的时候 觉得自己挣钱少 她会在你面前 说别的什么人挣钱多吗 或者别人的老公怎么样吗 也有社会 听着刺耳吗 不是很刺耳的 很真诚的 人家人都不认为 你觉得在这个家里面 是她需要更多的关心 还是你啊 她吧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我怎么觉得 你一直是在蜜罐里啊 爷爷奶奶守护了童年青春期 先生守护了你 进入到社会之后 您还有啥不知足的 我特想问一下 您作为一个母亲 孩子到了身边 您一个月要出差二十多天 基本就不怎么招家 她和她的母亲带娃 她和她的母亲在一起生活 她也是为了这个家 因为买房的时候 我说我要给她承担一半 所以说我选择的工作不一样 性质不一样 我承担了家里的大经济 那不是你要买房吗 那租个房不是一样过日子吗 那不是你的选择吗 是我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找老公 是不是也要稍微找一个依靠 这个反向来说 就是她靠不住嘛 你直接说嘛 我嫌你工作能力不行嘛 我嫌你不能挣钱嘛 你直接告诉她不就完了嘛 你干嘛说什么关心啊 说什么融入啊 你被她打动不就傻呵呵吗 稍微像曲总那么精明的商人 她能跟你一相亲 给你递五千块钱 怎么可能嘛 就只有这样的人嘛 实实在在嘛 我喜欢你嘛 递你五千块钱的时候 不是觉得这人老实吧 有能力吧 你看那个年代 一下我开口借五千就借给我了 你当时想她的时候 你的目的纯吗 不就欺负人家老实吗 今天还这样 我看的可能不对啊 但是我听完的整个状态 我说句实话 我觉得这个家里面 这个男人可能再受委屈 我们听听老师 给你们这段婚姻 一个什么建议吧 我特别希望 你能珍惜这段婚姻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题 这是一个曾经 改变了你苦难的男人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 他发现这个男人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你这不觉得有可能 所以会在帮助 我看她呢 但是可能她是没有 你会对不得迟 这么多的婚姻生活 都想成功 所以她要对美岸 是最终的 就是一位 那但是我们再去 许多 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别人妥协也和自己妥协呀 你为什么事事都要耿耿于怀 还要到这里来评理 我最后告诉你 今天你没理 他理很多 谢谢 通常我们是因为生活当中的苦 所以心里才产生了怨 还是因为我们心里有怨 把这生活呀 过得越来越苦 不是有青档吗 因此一 тер所有事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婚姻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和底线 一味地妥协退让 你从最初的拯救者现在沦为了什么 出气筒 垃圾筒 家里任劳任怨 任打任骂的那个人 因为你守不住边界 再好的爱 当你一味地退让 容忍他的情绪宣泄 容忍他的坏脾气 容忍他无理取闹 你就把他灌成了这个样子 任何一种好的爱 不是我一味地去包容他 而是我知道什么样的方式 是对我们的感情有滋养 而不是把他宠成今天这个样子 最后你知道先生妥协的结果是什么吗 你在他眼中毫无是处 但你真的是没本事吗 我觉得你是这个家的情感支撑 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没有你这个家早塌了 早散了 22岁不是因为他遇见你 他今天不知道去哪里了都 所以你要把自己婚姻的边界拿出来 我的妈妈来帮我们带孩子 我们能做的只有感恩 老人哪里做的不当 那也是对我们在帮助 我对你好 我让你去发展事业 你在赚钱上 可能现在比我更有本事 我支持你 但不代表我比你差 不代表我就应该接受你的指责和抱怨 所以你把你的腰杆直起来戳在那 不能一味的懦弱和妥协 妻子在婚姻当中打着爱的旗号 打着情感的需求 一再的抱怨宣泄情绪 这就是对婚姻的不敬畏 这其实就是自私自利 你太放纵自己的情绪 你会被自己的情绪淹没 你的家也会被淹没的 停止抱怨 当你转换思维模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家里边放着一个金不换的男人 你赶紧好好思考一下 自己过去做的种种 情绪上的不当吧 调整状态 回归生活的正轨 敬畏婚姻 好好前进 谢谢 这个其实就是留守儿童 和鸽带育儿的结果 为什么我非常不赞同 把孩子扔在老家 交给爷爷奶奶 因为孩子 特别是女孩子 怎么样的去经营一段亲密关系 其实是看着自己的父母的 他只有在自己父母在身边的时候 知道做丈夫的分工 做妻子的分工 他才能够在生活里头学会 怎么面对亲密关系 你缺失了这个 您可能唯一能够学到的 跟爱有关的东西 就是电视上的那一些 发疯的 专注的 其实是不正确的 亲密关系幻想 第二个呢 鸽带带对于孩子来讲 很容易引发成 孩子一哭就会得到满足 孩子一抱怨就会得到满足 孩子一诉苦 一说想妈妈想爸爸 爷爷奶奶就会立刻加倍地给糖 因为他们觉得孩子缺 而父母一旦回到身边 只要这个留守在家里的孩子一哭 父母就会多给钱来弥补 不在孩子身边 所给孩子带来的这一种 就是他们的歉疚吧 但是孩子真的需要哭那么多吗 真的需要哭那么大声吗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勒索的手段 你最生气的就是 我的爸爸妈妈居然 把弟弟妹妹带在身边 我居然跟他们不一样 于是你在世界里头 你就特别希望得到一个专注的爱 这个专注的爱是 你当然不可以有红颜之计 但你也断然不能爱你妈 爱你妹 甚至你的女儿 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在你对女儿好的时候 突然吃醋了 我能够理解 你所有站到这儿 呈现出来的状态 但是 如果心里有问题 你应该去看医生求救 而不是纵容他伤害自己 和伤害身边人 还有你 他永远好不了 跟你一直提供舞台有关 如果你在你的妻子 不停地在他想去倾诉 和重复同样的话的时候 告诉他 我现在就是帮助不了你 我们一起去看医生 你重复个五十次 一百次 他会觉得索然无味的 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第一 你没有满足他的情感勒索 且你提供了更加专业的一个方向去 医生如果认为他有一些产后抑郁那么调理 医生如果认为他其实没有太大的事 需要精神放松 没问题 医生如果认为他需要做心理咨询 没问题 做丈夫的能给的陪伴其实是这个 而不是我是你的药 你在拯救人这件事情上不专业 姑娘啊 你反过头来看一下你人生不幸吗 我不觉得你在蜜罐里 但你也没有不幸啊 你很棒 你能够准确地挑中了一个好男人 你在怀孕失败了之后 依然可以那么样的振作地 让自己再次面临这个事情 并且小心翼翼地生下孩子 接下来我想住好的房子 但我承担责任啊 我好好工作 所以在这一些地方上 他其实是个强有力的人 你可以的 你不用靠勒索 你就能得到你丈夫的欣赏 你也能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爱 你更能得到你女儿的崇拜 你不需要那些东西了姑娘 好好想想吧 人的记忆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现在原生家庭之痛 被很多人拿出来嚼舌头 就是因为躺平 精神躺平嘛 我要找一个让我自己说事的嘛 其实有研究显示 人有一个记忆闭合区 真受到巨大疮痛的地方 是会遗忘的 如果不做深度的催眠唤醒 你根本都不知道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你看你记那些事 全是有选择性的记忆 抠你细节的话 你啥细节都记不住 这个岁数能够再往前倒的 也就青春期的一些事 可能都是不清晰 也是被自己重新描绘过的 并不是原来的那个模样 没有什么 我是觉得反正老百姓过日子 就不想那么多 你首先要有一个思想的改变 还有趴耳朵做得差不多就行了 一直趴呀 有什么事说吗 憋着 哎呦你是真能憋呀 米娜老师说的那个你记住了 他给你开了一剂药 以后再这样别啰嗦 老爸咱们看病去吧 你要再这样下去就真的是病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 那我今天这个我突然发现 确实有些方便 我做得不好 我希望以后 我也能给你承担 一起做家务 一起做饭 一起教训你的父母 以后我也会更爱你 好的 别太难过了 以前 我觉得可能真的 我是活在我小时候 以后我会走出来 谢谢两位请回吧 加油啊 来 请回 双出是肯定的 说出 肯定双出啊 双出 来 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请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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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们一起见证水剧队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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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别想那么多不开心的 请亮灯 哎呀 谁希望天天抱了一个满脸流泪的人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控制一下吗 好不好 好 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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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加油啊 加油 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特别观察了 小四十岁的女人 脸上整个的表情 是一个孩童的 撒娇的表情 其实从某种状态上来说 米娜老师那个建议是对的 如果实在还是那个 建议找更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个调整